小时候的小胖子成功逆袭为帅哥 身在国外 还是忘不了在小学照顾自己的女孩 所以这次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她见面 但她的梦中女孩已经和小时候判若两人 这是小爱 28岁的她目前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 但是客人却对她没有那么友好 你好美 听到摔杯子的声音 扭头看到同事小碎正被客人纠缠 赶紧跑过去制止对方 你好美 大叔随后将一杯啤酒浇到小爱头上 小爱有些懵 但是很快撩起头发挤出笑容 客人羞辱完小爱后还不知足 直接将其推倒在地后骂骂咧咧离开 而老板和男同事这才过来收场 却是只对小碎安慰 没有人在乎小爱此时还在地上趴着 手被摔得很痛 店长过来一句违心的问候 再一开口就是通知小爱被解过 一个人无精打采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看着身边的路人洋溢笑容 小爱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可以快乐 失落地回到家 闺蜜却为自己准备了生日惊喜 小爱开心地暂时抛弃了失业的不快 两人一起大喝了一场 小爱没有气质 今天是特意提前下班来为小爱庆祝 酒足饭饱后 小爱决定明天先去出版社应聘 被50家公司拒绝过的小爱 现在只想确定下来 不管是去哪里 面对面试官的提问 小爱没有避讳自己在以往公司自己离职的原因 第一家工作一年倒闭 第二家裁员被裁 第三家老板被抓 面试官没敢再继续问下去 注意力全部转到另一位求职者女生那里 听到双方的侃侃而谈 小爱也在旁边笑了起来 似乎这样才不算尴尬 打开电脑翻阅招聘广告 却看到来了一封邮件 打开后看到是小时候的小胖子宗介发来的 说他要回国了很想和小爱见面 小爱很开心地去赴约 闺蜜还提醒到应该换身约会的装扮 但是小爱却满不在乎 到了约定地点 看到一个胖子没有遇上去就是一个撞击 而正巧胖子的朋友瘦子来了 小爱才知道认错人了 宗介打来电话说自己到了 小爱很开心扭头找了一番 最后他很确定自己 看到了宗介 小爱瞬间呆住了 肾上腺素的分泌迅速增加 连嘴巴都不自觉颤动了 小时候戴眼睛的小胖子 现在居然这么帅 小爱不敢相信 但同时也咧开嘴笑着准备迎接 可是宗介竟然招着手从他旁边走过去了 宗介走到他身后一个漂亮美女面前 看到这一幕 小爱忽然想到了什么 慌慌张张找个地方躲了起来 小时候的小爱可是斑花 斑极的各种文艺活动都是以他为首 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因为学习成绩好 奖状也拿到很多 小时候的宗介不仅壮实还很木讷 经常受到同当好兄弟们的照顾 只有小爱非常维护宗介 把他当自己好朋友 可是小爱长大后却不再那么漂亮了 把头偏向水尸旁的镜子 小爱看到镜子里自己如今的模样 想到餐厅里被人嘲笑的自己 这样的自己怎么还敢见宗介呢 他一直以为宗介还是个胖子 宗介一家移民后 父亲的印刷公司就倒闭了 原本富裕的家庭遗落千丈 而小爱进入青春期后 开始受父亲基因的影响 头发变得很卷 面貌也变得和小学完全不一样了 小爱失落地走出公园 连回头再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正巧碰到了赶来的黎莎 她告诉黎莎不想幻灭宗介对她的回忆 突然她抬头看向了黎莎 想到了办法 已经很晚了 宗介还在水尸旁等着小爱 这时闺蜜黎莎出现了 她喊了一个宗介 你是我的小爱吗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宗介终于等到了小爱 眼里也顿时有了光亮 小爱在一旁看着自己喜欢的人 微笑着对视自己最好的闺蜜 这种感觉确实有些痛苦 两人来到餐厅 小爱也尾随来到宗介后面的位置 本想用菜单挡脸 无奈服务员过来点单 还抽走了菜单 小爱无了个大雨 开始不慌不忙指点江山 宗介问黎莎现在做什么工作 经过小爱下午的临时授课 黎莎说自己还在上学 黎莎问宗介家人身体怎么样 宗介说她爸爸在西雅图定居得很好 你的母亲呢 小爱人傻了 宗介也愣住了 你怎么 这时小爱不慌不忙站了起来 愉快地打着手势 大概意思是宗介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黎莎是真的牛皮 两眼就看出小爱的瞎比划 哈哈哈哈 黎莎灵机一动说你爸爸在婚了吗 原来如此 刚才给我整过会了 宗介说爸爸六年前已经在婚了 看到闺蜜挖得坑田好了 小爱淡定地喝了一大口水压了压惊 小爱听着宗介在闺蜜面前的真情流露 她口中以前优秀的小爱 现在已经不在了 庆幸自己躲了起来 吃完饭后 宗介刚想提出下次什么时候再见面 就被黎莎打断 小爱下午对自己说不想破坏她的回忆 而彼此也不用再见面 那么只能想办法结束下一次见面 黎莎说自己明天要去英格兰流血了 这给宗介尴尬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奶奶的 我这前脚刚回来你后脚就走 黎莎打完招呼准备开溜 宗介让她等自己五分钟 再回来带了一把雨伞送给了黎莎 她说这可以避开讨厌的东西 随后两人握手 宗介一把拉过来抱住黎莎 黎莎一脸不情愿 哈哈哈小爱你是不是很难过 人家宗介根本不是看外表的人 又伤心了不是 黎莎把礼物交还给小爱 打开是一把很漂亮的雨伞 原来宗介从来没忘记 自己最讨厌下雨 因为一下雨自己头发就会炸猫 夜里小爱呆呆地坐在床边 轻轻地撑开这把伞 随后打开电脑慢慢勾选宗介发来的邮件 点击了删除 这个男人国外学成归来 蜕变成了高富帅 其实在他读小学时是个呆呆傻傻的小胖子 因为母亲车祸后的意外离去 他对雨天和救护车的警笛产生恐惧 他害怕地跪在地上捂着耳朵 脑子里一直回响警笛的声音 小爱正巧路过 将雨批展开盖在两人头顶 还将自己的耳机分给小宗介一支 音乐的旋律使得宗介克服了恐惧 宗介渐渐看向小爱 小时候的小爱也太漂亮了 这一刻宗介确定自己彻底喜欢上了小爱 其实我想问咱能不能换个地方 跪这里干嘛呢 而宗介突然要出国 使得两人只能相互告别 小爱懵懂地初恋化了个逗号 小小年纪不学好 长大一定不得了 而这边小爱突然收到了出版社来的电话 她成功被录取了 黎莎听到后特别为小爱开心 两人也就这样跳了一上舞 哈哈哈哈 有一个这样的闺蜜着实让人羡慕 小爱意气风发地来到公司楼前 却不料碰到男二号出场 蓬蓬的头发卡在了她外套扣子上 好容易解开后小爱赶紧冲进了公司 而通口也因为小爱的鞋袜风格 对这个可爱的女孩感兴趣起来 进入公司 部长就带小爱认领了自己的公位 也将公牌发给了她 接到公牌的小爱那叫一个机动 还来不及坐下体验下公位 部长就来分配任务 复印完这些材料后拿到营业部 再把那边的东西搬到编辑部 充满热情的小爱满口答应 她很开心因为这是她的第四份工作 而部长之所以招聘她的原因 也是因为小爱在前三份工作中 没有主动离职过 小爱来到编辑部后 发现每个人都很忙碌 辗转好几个人都没有人理她 来到正在化妆的美女旁问东西要放在哪 刚放下东西 美女就让小爱帮忙闪送个快递 紧接着又有俩人过来 叫自己帮忙翻译稿件 小爱懵逼地找了个地方坐下 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来到这里 突然被要求做这么多事 而通口进来也交给小爱一份稿件 留下小爱独自在这里翻译校对 刚把稿件交给主管 助理又过来让小爱给摄影棚送些咖啡 此时大冤种小爱心中一万个为什么跳舞 但还是踩着小碎部去了 小爱提着咖啡好奇地望着面前 从没接触过这些的她觉得很新奇 而编辑部里接到电话才得知 本来今天定好的兼职翻译 阴生病来不了了 大家很奇怪那刚才的女孩是谁 而这时总务部部长过来找人来了 这老头早不找晚不找 快下班了才来 小爱也终于完成了编辑部那边的活 拐着双腿晃晃悠悠地回来了 明天开始你被借调到编辑部工作了 这里的同事还不错 部长也很亲和 刚找到自己的座位 主编却突然到来 大家都站起来打招呼 主编宣布今天新的创意总监来上班 一个男人缓缓走了进来 小爱顿时惊呆了 原来新来的总监就是宗介 果然 缘分妙不可言 这个女孩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慌忙摁电梯随后闪了进去 没想到对方居然跟了进来 电梯门关闭的瞬间 女孩仿佛便秘一样难受 原来刚才慌忙的根源来自于这个帅哥 这个帅哥名叫宗介 是编辑部新来的创意总监 同时也是女孩小爱的懵懂初恋 不过小时候的她长相非常甜美且自信 而现在她看到宗介后 竟躲到了办公桌下 她怕自己被宗介认出来 小爱为此特意去求总务部部长把她调回来 编辑部的主编是集团会长的妹妹 我也不敢为了女得罪那位大姐 好你个老六 而回来的路上正好看到了宗介 电梯里的小爱本来就很难受了 可这时电梯偏偏去坏了 哈哈哈哈 小爱疯狂地垂门叫喊 宗介忍不住了 拉了这个女孩的肩膀 告诉她要冷静 随后看到了小爱的公牌 是自己初恋的名字 宗介盯着小爱慢慢走向她 随后一个经典的壁动动作 没有发生你们期待的下一步 她只是按对讲电话在球员 果然没认出来 电梯灯突然熄灭 宗介以为小爱有幽臂恐惧症 温柔地递过来一支耳机 耳机播放的歌曲是小时候小爱给她听的那首 原来宗介一直记得那个雨天 摄影棚里小爱开始今天的工作 想把水递给模特 没想到一个起飞被陷绊倒了 弄倒了现场的东西 这突发的情况肯定会耽误拍摄的进度 宗介过来看向小爱 小爱也紧张地低下头准备哀训 却看到自己右脚大拇指不甘寂寞 尴尬的只能用左脚压上 宗介直言很庆幸她不是编辑部的不远 真是虐气一时爽啊 黎莎晚上才得知 宗介和小爱是在同一个公司 听着小爱的诉苦 黎莎鼓励她三个月会很快熬过去的 而宗介又给小爱发来邮件问候 黎莎把自己之前的照片发过去 宗介看到后非常开心 而黎莎也想通过此举 做事小爱就是在英国 昨晚还是没让小爱打消顾虑 还是担心自己会被认出来 咱千辛万苦才进去的公司 不能因为这点事就想着辞职 黎莎让小爱先去上班 晚上回来再谈 同样的地点 不同的是昨天的小爱意气风发 而今天是垂头丧气 一个不注意 一辆自行车急迟而来 而一只手也拽住了她的衣服 居然又遇到了宗介 小爱为昨天的失误道歉 而宗介还是保持高冷并不领情 好你个老六 到了公司后 宗介继续甩着脸色 而小爱也被同事指派工作搞得头大 这让小爱不乐意了 战战兢兢地说自己不是总务部的 不爽吗 你的名字也让我很不爽 扎心了你的老六 这时小爱也意识到 她曾喜欢过的宗介 已经不在了 小爱电话里给黎莎诉苦 我已经决定了 绝对不会再烦恼那老六的事了 我绝对会在工作上让她刮目相看 而这边宗介居然意外看到了小爱 黎莎回眸对视 本来应该身在国外的小爱 身穿工作服出现在了餐厅门口 这下可有意思了 下班后黎莎在门口徘徊 犹豫着该不该把事情告诉闺蜜 原来在下午黎莎意外看到了小爱的初恋 本想安安静静地扭头装作没看到 无奈她喊了小爱的名字 好吧 为了闺蜜就再次牺牲我的言吧 哈哈哈哈 而宗介非常激动 此时应该在英国留学的小爱就在自己眼前 黎莎真的慌得一批 这谎言破了个洞该怎么圆 我叔叔是餐厅老板 而宗介听后没说话眼睛却继续盯着黎莎 黎莎摸不清宗介是什么路数 只能继续解释到刚刚和你说完要留学 没想到这么快就回来了 一直不知道怎么开口 死鬼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我好想你 黎莎松了一口气 表示这话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能见到你真好 我一点也不好 黎莎下定决心后还是决定对小爱坦白 但是全神贯注的小爱根本没有听到 不得不说 在下班后能把工作带到家里来做 并且如此聚精会神 足以看出小爱想要努力工作的决心 我居然为了那种男人想要辞职 简直太蠢了 努力工作才是第一位 黎莎对于小爱的转变不可思议 点头表示你说的对 看来这件事不能告诉她了 只能自己一个人解决 脸得小爱又要辞职 一大早 宗介喊大家开会 她让每个人在三分钟内发表自己的企划 随着主管的侃侃而谈 小爱一连忙 这些专业词汇怎么自己都没听过 半小时候 所有人的脑袋全部搭了下来 很明显宗介很不满意大家的方案 这时宗介只向小爱让她来说说看 小爱说我听的云里雾里的哪里有什么意见 主管解释说小爱是来做会议记录的 这么多人 一个能用的企划都没有 不思进取只会让公司被淘汰 宗介让他们重新做一份企划 随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 会议后的小爱 很费力地整理会议记录 因为她实在不懂那些专业术语是什么 宗介看着小爱做的记录 你是不是靠后台进来的 我是凭自己本事录取进来的 会议的内容你理解了吗 连基本用语都不懂就这样写出来 意思会通顺吗 没有专业意识的人 我们不需要 不想背词的话 就认真一点工作呀 宗介你可不可以对小爱好一点点 你看她现在对你恨的牙根都痒痒 黎莎到客厅取水喝 却被趴在沙发上的小爱吓了一条 小爱趴在这里思考 为什么荷叶编的裙子不叫荷叶编裙 而是会叫者编裙 为什么挨千刀的小胖子今天又凶我 公司批评不懂基本知识的员工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奶奶的 你站哪一头呢 就算我现在学会了 三个月之后又回总务部了 你之前说过要认真工作的吧 那你读过一本编辑不出的杂志吗 够了 小爱不知道为什么闺蜜不站自己这边 躺在床上思考闺蜜说的话 怎么也睡不着 于是来到书架前取出一本杂志 有这样的闺蜜真的太幸福了吧 小爱连夜开始补课看杂志 白天用不同颜色的笔做笔记 晚上会写好标签贴到杂志上做记录 黎莎也会抽空教小爱辨别化妆品 这是眼线笔 这是美容仪 这个是散粉 小爱都能一一认出来了 黎莎还让小爱街头解说美女穿搭 小爱也毫不意外地回答正确 看来有个靠谱的闺蜜是多么棒一件事 这么勤奋的小爱通口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甜甜的笑 太暖了吧 最近因为公司企划的推进 宗介总是吓溜达 就算来到咖啡馆 也是看平板看得出声 服务员来送咖啡都得喊三遍才能听到 走路时也不开门 直接勇敢地撞上去 看来是帅哥就可以随心所欲 哈哈哈哈 小爱今天上班做事情细致又没出错 此举得到了同事们的称赞 同事们终于发现进步神速的小爱 毕竟在很短的时间记住了很多东西后 自然多了一位可靠队友 而宗介毫不意外地一盆凉水泼下 做到这种程度 是理所应当的 小爱告诉自己要冷静冷静 通口也安慰到让小爱别在意 随后送给小爱一个小礼物 哈哈哈哈 原来通口就是这么安慰人的吗 回到办公室的小爱慢慢停下脚步 死死地瞪着那个男人 宗介抬头刚好看到回来的小爱 随后手插都走到百叶窗前 重重地拉下绳子 看到这一幕的小爱 更加的气愤了 压得这个死胖子 看得出来两人闹得很不快 原来就在早上 宗介风风火火地来到办公室 就让小爱帮他拎包随他一起去机场 小爱抱着箱子跟在宗介后面 上车后司机问两人去哪个机场 小爱扭头问是去成田机场吗 但宗介专注力太强了 小爱又问了一遍 宗介明显没有听见 于是司机就定了成田机场出发了 走到半路 宗介抬头看到路牌发现不太对劲 迷迷糊糊地问这是哪 这是要去哪呢 去成田机场啊 不是成田是雨田啊 奶奶的刚问你的时候你也没说呀 我真的会写 那现在掉头吧 还掉毛线啊 反向车道那么堵怎么来得及 小爱赶紧看着手机地图想办法 突然想到可以坐电车 电车吗 小爱让司机去最近的车站 并给司机大哥指路 终于在一个路口左转 顺利到达了车站 距离这班车还有三分钟出发 宗介提着袋子就往车站里面冲 两个小时后 小爱也到了机场 正好碰到了宗介 宗介邪愣了一眼小爱没说话 小爱问谈得怎么样 刚刚结束 太好了 宗介听到后停了下来 说差点失去这个机会 但是您赶上约定的时间了吧 如果你和司机说了正确的地址 我还用赶电车吗 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 小爱说这能怪我吗 什么都做不好的话 至少不要给人添麻烦 看着小爱的公牌 宗介嘲讽到左藤爱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 一直隐忍的小爱终于爆发了 这一刻他真的很委屈 宗介听到小爱的话没做出反驳 等完小爱就先离开回去了 办公室里宗介回想着小爱刚才说的话 似乎有一些触动 而这边通口也细心地看出了小爱的不开心 下班后小爱发现下雨了 就从包里取出伞打开准备回家 宗介看到这把伞想到了之前 在店里买的就是这把伞 而这把伞也是送给了小爱 宗介很疑惑地看着小爱 这时通口突然跑了出来 提出想请小爱去喝点 还骗他说今天打折劝到期 原来通口看到今天小爱不开心 就打算陪他借酒消愁 真的是有心了呢 黎莎与他父亲见面 当我看到餐桌的这个场度 与双方空空如也的参盘 就知道黎莎和他爸爸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果然 没谈两句 爸爸就对黎莎说 有个官大的儿子想认识你一下 不用 借了 这样说的话你就收连点 不要和那些轻浮的男人玩了 被人哄着 或许觉得很幸福 但是现在的你有什么 黎莎心想我至少还有一个好闺蜜陪我 谢妖 随后黎莎告辞走了 被父亲这样说 黎莎很不开心 她想给小爱打电话 可是小爱正在喝通口喝酒 这就是手机静音的痛点 黎莎只能继续无精打采地散着补 这时宗介给打来电话 宗介听出黎莎心情不是很好 于是提出现在见一面 小爱炫完一杯酒后开始上头 开始抱怨宗介这个男人 怎么可以这样过分 通口一边听着小爱的唠叨 一边细心地给小爱加菜 小爱你倒是抬头看看了 这么大的暖男在你旁边 还想着什么别的男人 宗介和黎莎也在一家餐馆见面了 宗介点了蛋包饭 黎莎尝了一口果然不错 你不问我发生了什么吗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 宗介说我妈最会做的就是蛋包饭 尽管那么多年过去吧 那味道自己还是记得很清楚 黎莎表示天国的妈妈 听到这话一定很开心 宗介听到后觉得很高兴 夸赞黎莎总是很善良 头一次被人这么说 黎莎也觉得很开心 本来黎莎想见面告诉宗介真相的 但是忍住了没说出来 而这时黎莎看到路边有一个飞盘 知道黎莎心情不好 于是宗介提出一起玩一下 两人玩得非常开心 玩到兴起黎莎还脱了爱事的高跟鞋 宗介觉得黎莎裙子太短了 还脱下上衣帮黎莎围在腰间 这近距离接触给了黎莎很奇怪的感觉 小爱的嘴巴从第一杯酒下渡后就没停下 一直牢牢叨叨那个死胖子宗介 通口没有任何不耐烦 还鼓励着小爱其实很努力 这个笑容真的好治愈 完完全全恋爱的感觉 服务员来送水 却不小心扭了下 眼看水杯要掉 通口扭身抱住了小爱 替小爱挡住了水杯 而小爱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服务员的惊呼才看到通口背后的水渍 赶紧用抹布擦着 还不由夸赞到通口人真好 突然又想到那个男人 小爱一脸愤怒 又开始用抹布擦桌子 看来这酒今天是醒不了了 两人玩得都很开心 宗介表示有你真好 和你在一起 就能忘记工作 黎莎听后有点不是滋味 毕竟自己不是真正的小爱 想再次告诉宗介真相 话到嘴边却再次忍住了 只能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 下次见到一定要告诉她 她都不知道她已经喜欢上了宗介 宗介回去的路上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俗话说酒撞怂人胆 小爱今天做到了 你个平板男 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 还说什么你的名字让我不爽 什么鬼你以为你压是谁啊 你哪位 我是左藤爱 我就是左藤爱啊 我先和你说明白了 可不是同名同姓啊 我是春之秋小学 五年级二班的左藤爱 你认识的那个左藤爱 宗介听到这愣住了 毕竟学校和班级都和自己初恋对上了 那小爱究竟是谁呢 一个人坐电梯并不尴尬 那两个人呢 忐忑地打着招呼 而帅哥犹豫后也点了下头 电梯门关上 两个加起来八百个新眼子的人开始表演 我看你的时候你不看我 你看我的时候我不看你 哈哈哈哈 此时宗介想跟女孩道歉 而小爱也想对昨晚的事情道歉 憋了好久的宗介终于忍不住开口 电梯门却开了 关键男进来了 宗介觉得很不爽 用力摁了一声离开了电梯 可把咱们小爱吓了一跳 完了 果然还在生气啊 而宗介出来后叹了口气 害我刚才犹豫毛线了 一觉醒来的小爱发现快要迟到了 闺蜜体贴地帮小爱梳着头发 终于跑到红绿灯前 可算赶住了 挂断妈妈的早安电话 小爱看着手机的通话记录 才发现自己昨晚给宗介打过电话 此时她完全想不起昨天酒最后的事情 早上好啊醉鬼 顾不上通口地打去 忙问到自己昨天打电话说什么了 你也没说什么 就一直抱自己的名字 什么小学的左腾爱 这不玩独子了吗 放心哦 我看你在那儿发酒疯 就把你手机挂掉了 感谢感谢 不过你开头说的挨牵刀 对方听到了 那就好那就好 没听到后面的就行 大不了被她刷一顿 宗介早上照例在咖啡厅刷段子 编辑临走看到宗介也在 于是过来很有礼貌地向宗介打招呼 但是宗介专注的还是没听到 直到拍了拍宗介 这才扭过来头 啥段子啊 看得这么着迷 一会给我发过来 宗介想到昨天小爱对自己说的话 看来她说得很对 自己这毛病得改改了 主编突然来到办公室 大家都站起来欢迎 不过我想说姐姐 您这个妆可以花淡一点吗 随后主编宣布宗介的企划 已经顺利签约了 为了庆贺 晚上请大家聚餐 宗介这人也挺有意思 挑下班时间交给美女小田任务 而小田自然而然交给了工具人小爱 小爱欣然接下 毫不介意此时是下班时间 终于做好了分类准备下班 起身却看到宗介办公室灯还开着 想着进去关个灯 进来后看到了宗介开会用过的沙漏 小爱这个笑好社会 好有成就感啊 再坐下凳子试试吧 却突然听到了宗介的声音 眼看宗介就进来了 小爱慌慌张张躲在了花盆旁边 却不料听到编辑不要停看了 这消息自己怎么可以听到 慌张之后把旁边箱子弄倒了 给宗介下一大条 什么玩意 你在干什么呀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就想进来关个灯 宗介让小爱不要把停摊的事情告诉大家 好 小爱靠着墙不知所措 随后无精打采的来到餐厅 通口歪着头喊小爱 小爱坐下后眼睛却一直看着宗介 通口顺小爱眼神看过去 不免有些吃醋 而小爱也打着哈哈没说什么 宗介这边没让编辑给自己倒酒 同事拿来一杯乌龙茶 看到人齐之后编辑提杯 宗介喝了一口茶 直直地倒在了桌子上 原来是同事搞混了 看来不喝酒真不是宗介谦虚 是他真的喝不了了 同事搀扶着一口倒的男人还叫女孩帮忙 送到房间后同事已经双腿发软 将男人嘱托给女孩后就回家了 独自留下的小爱只能将宗介印拖到沙发上 有声看到了小时候一起拼过的拼图 而缺失的那一块 自己一直保留着 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小爱不自觉手一松 宗介赶紧拉住小爱 随着拼服掉落的声音响起 这个拥抱的姿势给两人尴尬了一批 小爱张牙舞爪地放开了宗介 随后小爱准备收拾地上的玻璃 但是被宗介赶走了 宗介低头注意到地上的玻璃有血迹 想出门送窗可贴 没想到小爱慌慌张地拿错鞋进来唤醒 换完就溜了 早上宗介进来办公室 推开门就看到了小爱手指上贴着窗可贴 犹豫着没说什么 下班后的宗介走到大堂 听到小田在打电话 我马上闹 虽然工作没做完 但是我可以交给小傻子做呢 拜拜我一会儿见 听到这些的宗介扭声回到公司 果然看到这个小傻子还在这加班 假装回办公室取东西 却看到小爱正在包里找窗可贴 于是走过去帮小爱拿出了急救箱 此时的小爱很紧张 眼神一直躲躲闪闪 手也躲躲闪闪的 宗介看不下去了直接上手帮小爱贴上 小爱也在这个时候给宗介道歉 关于打碎贴图 关于电话骂他 关于机场 随后宗介坐到小爱旁边陪他加班 并告诉他 你的工作归根到底 是协助部员们顺利工作的助手 不是为了让部员们偷懒 我意思是不想做的事情 你直接拒绝就好 但是我能得到工作我很高兴 我被50家公司拒绝过 所以我很珍惜这次工作机会 别人要我来帮忙 我就感觉自己被认可了 其实这样对我就足够好了 这样啊 我是说我这样的人 做一个配角就好了 宗介说小时候我很不自信 所以一直很自卑 但是有人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不能相信自己的可能性吗 自己的可能性 之后每次遇到挫折就想到这句话 于是就充满了勇气 而我也在努力成为能够配得上她的人 一直都是 听到这些话后 小爱才知道自己小时候 那无处安放的魅力有多大 同时也暗自下决心 要继续开始相信自己的能力 南尔也太可怜了吧 向女主求婚却被对方当成开玩笑 通口盯着小爱 随后她单膝跪地 我们结婚吧 通口也只能附和甘大的笑着 看来她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我的心意呢 小爱和妈妈约了晚上回来去笔记本 刚进家就看到妈妈在收拾壁橱 正好看到了熟悉的箱子 看着小时候的奖状真的好有感触 翻着翻着 在最下面看到了那片拼图 这是小时候宗介送给她的定情信物 临走前还夺走了她的初吻 心里美滋滋的小爱去上班 等红灯时也不自觉地拿出拼图看看 突然感觉旁边有人 扭头看到居然是宗介 这给小爱吓一跳 我说哥哥咱脖子能低一点吗 你刚才低头这集就成大结局了 小爱郑重其事地对宗介说我要努力 真单纯啊 小爱找编辑说自己想挑战做企划 当然可以了 期待你的表现 通口知道小爱要上镜 很开心地给小爱加油 而宗介也露出会心一笑 小田来找小爱 小傻瓜帮我做做订购单呀 没想到刚扭头就看到了宗介 你的活你自己做 那就不麻烦你的小傻瓜 这还是第一次被宗介为伍 小爱有些惶恐 扭头一脸隐母笑 这时翻开笔记本加层发现拼图不见了 才想到是早上放在了裤兜里 而裤兜里居然也没有 赶紧扒了每个桌底下找 原来在这儿 小爱用尺子挑了出来 胜利就在眼前了 我丢大皮鞋怎么给我踩住了 一抬头发现是宗介在打电话 我现在真想拿尺子敲你压的 挨哪去了 估计在鞋底 你是人是鬼 你要干嘛 宗介看着跪在眼前的小爱不太习惯 这时感觉脚下好像有东西 正往后看看是什么 一双手突然拉住宗介 紧接着通口紧紧抱住了他 让同事们纷纷惊呼 小爱也愣住了紧接着旁边叹息 放开 放开 等到宗介费力挣脱 通口悄悄用脚踩住了拼图 副主编身材不赖 看来有好好在练了 宗介生气地离开了 随后通口得意地看着大家 潇洒地吹了声口哨 下班通口把拼图还给了小爱 一脸自嘲地说我真是个好温柔的人 但我真的好可怜 这话给小爱听得云里雾里的 以为通口又在搞什么鬼 通口说其实不想让宗介知道小爱真面目 以前的小爱已经被他抢走了 我不想连现在的你都被抢走 通口盯着小爱 随后开始了求婚 但是却被小爱当成了开玩笑 另一边 梨莎回到家 看到宗介给自己发来的消息 笑容过后便冷静下来 梨莎不知道该怎么做 一个是闺蜜 一个是闺蜜初恋 就在这时小爱也回来了 看到梨莎不开心 让梨莎不要逞强 逞强就不可爱了 小爱轻轻地捏着梨莎的脸逗她开心 梨莎委屈地抱住了小爱 心里默默决定肯定要选闺蜜 所以她必须要和宗介做个了断了 一大早 梨莎找到通口 她要通口帮自己一个忙 这件事也只能找她来帮忙了 毕竟上次给她水弄洒了 欠了她一个人情 宗介一下班急急忙忙往处赶 原来梨莎给她发信息约见面 小爱下班出来后看到在下大雨 没带雨伞的她只能撑起衣服 小跑着往家里赶 而这边通口与梨莎已经在等着宗介了 通口问让我假扮你未婚服 不是在伤害你们彼此吗 梨莎说即使是这样 也有比那个人更不想伤害的人 宗介跑到路口 看到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 看到这方画面 宗介想起了小时候 妈妈也是因为下雨天车祸去世 而自己只能无力地痛哭着 她开始呼吸不上来了 亮亮呛呛地跪在地上 小时候的阴影复发了 另一边 梨莎跟通口还在等着宗介 而现在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这时小爱看到路边跪着的宗介 急忙跑了过去 听到警笛的声音 小爱看到了旁边的车祸 想起了小时候宗介害怕看到这个 随即用衣服也遮住宗介 并且关切地安慰着她 渐渐地宗介放下了手 扭头看向小爱 脑中回想起小时候那个她 也是这样给她挡雨并安慰她 她不自觉握住小爱的脸蛋 这让本就紧张的小爱更加局促 小爱叫着宗介的名字 突然她恢复了清醒 手不自觉放下来 慌忙站起身 此刻宗介有些肝大不知道说什么 小爱不忘送过一块干净的小毛巾 手下意识地拿上 终于说了声谢谢就慌忙离开了 而这边两人还在原地等着宗介过来 这时黎莎接到电话 得知宗介身体不舒服来不了了 也只能安慰她好好休息下次再约 挂断电话的宗介 脑子里还是刚才发生的那一幕 攥着小毛巾的手也更加用力了 宗介一来就留意到了小爱 她又想起了昨晚小爱帮她挡雨 当然小爱也看到了宗介 想开口打招呼 宗介却突然抓起旁边的工程 问你杯里的甜水甜不甜 随后被宗介拽进了办公室 这不过是她掩饰自己尴尬的一种方式 她不知道昨天的亲密动作后 自己该怎么和她开口说话 宗介给小爱买了胆冒药 左看右看之后 刚准备要给小爱 并没有电话打进来 哈哈哈哈 宗介再次鼓起勇气 Jackson はい これ 再看到通口给小爱买了感冒药 宗介不免得有些吃醋 通口还给小爱又戴上了一层口罩 还美其名曰口罩迭代效果更好 这个图案惹得疼势了都笑了出来 看到通口走后 宗介又走了过去 这宗介送的药真的好难啊 经过编辑的提醒 小爱看到了口罩的图案 对于通口的恶搞有些生气 宗介在咖啡馆摸鱼 扭头看到是小爱在取东西 我的天 这箱子举得比人都高 宗介眼睛瞬间聚焦小爱前面的行李箱 忙丢下咖啡扑过去把箱子往里摸 好险呢 刚松口气又看到门口一个大花盆 宗介快速飘移过去抱起花盆 此时宗介已经气喘吁吁了 这是眼睛又聚焦在门口的水桶 助力 刹车 伸腿伸手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把水桶就到了一边 努力伸头往前望着 看到终于没障碍物了才放心 服务员看到宗介在这玩拖地的水 问他好不好玩 宗介说不太好玩有点累 哈哈哈哈 宗介气喘吁吁回到办公室 盯着小爱的工位 自言自语地说还在感冒就到处乱跑 小爱刚回到公司 就看到桌子上有个洋葱 很奇怪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个 小爱给宗介送文件 无疑看到了宗介的电脑 原来是宗介在网上 看到洋葱有减弱感冒的效果 刚刚的洋葱就是宗介放的 想到这小爱心里美滋滋的 小爱还在洋葱上画上了一个笑脸 看着笑脸 好像宗介在朝自己笑呢 喜欢他就送他一个洋葱吧 他如果也中意你 会在上面画个笑脸 然后养在水杯里 办公室里同事们都在忙碌地对接工作 只有宗介盯着这个笑脸洋葱发呆 这是昨天宗介放在小爱桌子上的 不自觉走过去细看 笑容也傻傻地挂在了脸上 哪想到小爱突然扭身要回宫位 宗介慌忙中捂住脸收回笑容 随即转换杀气腾腾的表情 我说宗介你也太会装杯了吧 哈哈 宗介又煞有其事地刷了顿小爱 同事们觉得宗介应该缺盖了 小爱心里想我也没做什么 怎么就挨骂了呢 一大早通口来老地方晨跑 又见到了来找她的黎莎 黎莎还是想请她 再次假扮自己的未婚服 通口猜到了黎莎一定是特别喜欢那个人 于是告诉黎莎如果不想后悔的话 直接相处事事难道不好吗 何必要去说谎呢 不过最后她还是答应了黎莎晚上八点到 而这些话让黎莎确实有些动心 编辑不理 因为负责拍摄特辑的李中长了智齿 只能休息两天 而她的明天后天的工作 自然而然就得分到同事手里 工程借口明天要吃饭 小田直接拒绝 她光想想和宗介一起工作就超可怕 最后这个重任 自然而然交给了小爱 而小爱得知是两天一夜的行程安排后 本能地想拒绝 无奈拗不过编辑的深情托付 不出意外的话 今晚黎莎会和宗介做个了结 黎莎在约定时间前就到了 电话联系通口才知道她刚出发 在暗自给自己打气后 宗介突然出现在黎莎身后 看到来人黎莎大脑一片空白 手哆哆嗦嗦地摁着手机 此时宗介到了通口 没到是没在进华内的 宗介看到黎莎不在状态 开口问道想吃什么 黎莎提议去吃蛋包饭 那之后一起去玩飞碟吧 两人愉快地决定了一会儿的安排 宗介说明天要出差 是和左藤爱同名同姓的编辑步不远 总觉得她不太靠谱 所以很担心明天出现意外情况 黎莎没有听到宗介后面说的 她停留在小爱和宗介要去出差 双人旅游家报销 想想就很难过 两人正说着 通口跑了进来 看到宗介也在 先躲了起来 通口这才知道自己吃到一个大瓜 通口想了想还是不出现了 给黎莎发了信息 今日了断计划彻底泡汤 黎莎推开小爱的卧室门 将小爱的衣服放在床头后 有声看到了桌子上那块拼图碎片 捏起这块拼图 黎莎脑子里不自觉想起了宗介 她冲着自己甜甜的笑 但黎莎终于想明白她不是小爱 宗介也并不属于她 她本来就是属于自己闺蜜小爱的 宗介和小爱一起出差 但车上的气氛十分微妙 小爱老是偷偷瞟旁边的宗介 而宗介眼睛却没离开过平板 总的来说小爱开车技术 其实还是不错的 到达日程的第一站点后 小爱不断地找话题 想强行打破这个尴尬的气氛 但是宗介一直在认真工作没理她 而小爱显然已经习惯了 微笑着跟上宗介的步伐 不过这无视的程度 也就小爱能受得了吗 正抱怨着 宗介递过来一瓶饮料 并告诉小爱她来开车 看来宗介是想让小爱休息休息 车上小爱笑着说副主编 原来也会开车呀 宗介说这不是游手就行 没想到刚夸完宗介车技不错 车子就开到马路下面了 好家伙 好话都让你说了 宗介第一时间想打1212 而小爱建议让宗介踩油门倒车 自己试着去推 宗介觉得不太行 果然 前车轮转得突突的 而车并没有动 宗介找了块木板垫上 接着两人推了好几次 车终于被推动了 高兴的宗介急性表演了一个双脚滑步 小爱健壮也不敢笑宗介 伸出手准备拉她出来 结果宗介脚下的泥犀利过墙 两人一起玩手后 养在了水坑里 小爱终于忍不住 笑得停不下来 宗介也被逗得笑了 两人一起去海边 宗介看到面前蹦蹦跳跳的小爱 没忍住开始抓拍 不得不说 宗介照片拍得好好看 紧接着两人来到了崖边 眺望着前面的大海 小爱看到这么漂亮的景色 突然想给未来的自己写封信 听着小爱的想法 宗介想到可以用书信 来作为这次企划的标题 这非常契合这次电子与纸质的联动企划 宗介对于小爱的点子非常赞赏 伸出手要与小爱击掌 两人的关系莫名其妙开始升温 宗介也就在这时 第一次喊出了小爱的名字 另一边 通口在办公室逐渐狂躁 他一想到小爱与宗介双人旅游 心里就很痛 难受的开始暴躁地抓头发 豪巧请假的李中回来了 通口看到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要不是他请假小爱怎么会被迫出差 好家伙 我看着都骨头疼 打累了的通口开始转圈圈恢复力气 通口问刚回来的编辑小爱什么时候回来 这才知道他们要再外住一晚 这边认真工作的两人拍摄结束 终于可以就餐了 小爱和宗介聊起了小说 宗介很感兴趣这个话题 张其嘴来和小爱说个没完 这顿饭两人吃得都非常愉快 今天日程最后的地点是在海洋馆 宗介将上次的小毛巾还给了小爱 还对上次小爱为他党语表达了感谢 回去的路上 满天的星光让两人的心情无限好 宗介刚回头问小爱旅店那边 还没问完小爱就结实地摔倒 看到小爱无事 宗介伸出手要拉小爱起来 受宠若惊的小爱站起来就把手忙缩了回去 宗介想到下午田间泥坑里的两人 直接开怀大笑 果然笑容是会传递的 小爱也逐渐加入 气氛到了这儿 小爱突然想对宗介坦白自己就是他的初恋 小爱慢慢走向宗介 小爱决定把自己是他初恋的真相说出来 通口笑嘻嘻地过来了 他说正好有空就来帮忙了 我可以和小爱爱一个房间吗 小爱说丑句我再去多订一个房间 看着小爱的背影 宗介很好奇刚才小爱会对自己说什么 回到公司后 宗介经常让小爱来参与讨论企划 并非常重视小爱的建议 俩人关系的进步 让同事们都感到十分奇怪 而通口也明显开始吃醋 忙碌了一天的小爱来到阳台休息 通口悄悄过来给小爱送惊喜 我的妈妈咪啊 通口问小爱那天是不是想对宗介说什么 小爱说想和宗介坦白自己就是他的初恋 从小爱这儿 通口也确定了黎莎就是小爱的闺蜜 此时通口感觉这件事很难搞 好几天都没宗介的消息 黎莎忍不住拨通了宗介电话 宗介说近期很忙等有空在约 黎莎对宗介说加油哦就挂断了电话 转身却碰到了来找他的前男友 前男友抱怨黎莎没有回他消息 黎莎让他不要再纠缠自己了 他已经有了真正喜欢的人 看到这个男人要动手动脚 躲在暗处的小爱忍不住冲了出来 等前男友走后 黎莎扭头才看到一直在旁边的小爱 小爱盲关切地问黎莎没事吧 没事 小场面而已 小爱为黎莎能遇到真正喜欢的人开心 他觉得只要是黎莎选择的人 那个人肯定很优秀 听着小爱的赞训 怎么回答他 MOS杂志今天出新刊 小爱很早就来到公司 等着样品杂志送来 这是自己第一次参与出版发行的杂志 小爱激动地搓手手 终于他来了 小爱开心地准备先搬走两落 我丢 双眼对视 小爱正脱开宗介的怀抱 早上好小胖子 宗介将第一本杂志递给了小爱 小爱受宠若惊 我也可以拿吗 我本来想去买的 编辑给小爱翻开第一页 小爱看到自己的名字登在了上面 从策划到成型到拿在手里 小爱在这份工作中第一次收获到了成就感 晚上回到爸爸妈妈家 小爱看到桌子上落了好多MOS杂志 妈妈说爸爸要给客户分发下去 而妹妹抱怨到没钱还买这么多 可爸爸却觉得这是女儿第一次参与制作 值得全家为小爱骄傲 小爱让妹妹在学校里也宣传下 但是妹妹表示同学没那么多钱买两本 学校旁边的书店 Luna杂志一秒卖完 小爱这才知道MOS原来和Luna差距还是很大 小爱进办公室给宗介送快递 还顺便给他买了咖啡 宗介在这时问出了困扰她好几天的问题 你那天想说啥 小爱支支吾吾地说没什么事 不要磨叽快点说 摄像结束后我再好好告诉你 我在门口的通口自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通口看着自己爱而不得的女儿 决定还是不将自己前两天看到黎莎的事情说出来 大早上通口在老地方蹲到了黎莎 她表明了自己也在MOS上班的身份 让她不要再假扮左腾爱了 通口说他们两个在最近就会见面 到时候小爱会把一切都告诉宗介 通口说如果你还在意你闺蜜的话 在这之前还是向小爱先说出来 这样你俩的友谊也能保住 上班时间 编辑不同事在酒店全员到齐 因为今天是和甲方约定定装饰拍的日子 今天的主角是这件礼服 众人都因为她的华丽赞美着 这时詹姆斯夫人口渴让人拿瓶水 扭头却把眼前的某师傅矿泉水打翻了 詹姆斯夫人说自己只喝农夫三泉 宗介也只能拆人去家家福去买 看来甲方确实不好伺候呢 众人跟着詹姆斯夫人去化妆间定妆 宗介让唯一还在场的小爱看完裙子 不一会儿保安却近来通知小爱去挪车 小爱说自己人走不开 保安说你们家车挡得别人走不了了 小爱只能先去挪车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来了 小爱回来后一整个无语中 裙子不光倒了还裂开个口子 詹姆斯夫人气愤地要取消合作 正准备离开被宗介喊住 想要策划继续进行 必须把犯了错的人开除 对于这个解决方案 宗介和同事们都没想到 小爱站出来表示自己马上辞职 通口想阻拦 但是被编辑拉住 而宗介虽然想维护小爱 但是想到董事那边明确表示 如果下个月销量超不过Luna就会被停摊 所以这次合作的机会尤为重要 通口追了出来和她说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错误 小爱却说自己就是一个拖后腿的人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责备自己 谢谢近期的关照 转身离去的小爱已经泪流不止 丽莎回家得知小爱今天的吻缺 关切地抱着小爱让她在自己怀里哭 宣泄完的小爱突然想到 黎莎也有话对她说 黎莎看到小爱心情这么难过 还是打算等以后再和她说 黎莎对小爱说等有机会 我一定好好告诉她 晚上黎莎想删掉宗介的电话 犹豫了一阵后还是点了取消 小爱的离开同事们都很伤心 他们已经搞清楚裙子损坏的原因 是因为甲方的助手不听劝告 擅自挪动一架才导致了一架倒地 等宗介上班后 众人告诉宗介事情真相 但宗介还是认为是小爱擅自离开导致的 谁劝都没有用 真是虐欺一时爽啊 宗介让大家发表自己这次企划的提案 通口第一个举手 他提出了以童话为重点的读物企划 通口以灰姑娘开头举例阐述 同事们听后都很赞同 每个人都说出了自己的策划方向 宗介觉得不错直接就敲定了 没一会儿 通口拿着一个本子交给了诗俊 这是小爱的笔记 原来这些童话方案是小爱想出来的 说实话我不想让你再靠近小爱了 我承认我喜欢她 宗介没说话却一直瞪着通口 现在咱俩都抛下个人情感 请你以MOS创意总监的身份 做出正确的判断吧 晚上 宗介看着自己送给小爱的洋葱 他觉得该自己出马了 宗介跟着定位地址来表小爱 看到小爱停下 宗介立马躲到树后面 一路上轨鬼碎碎的 就连大碗也觉得他不乏好 看到独自荡秋千的小爱 刚想鼓起勇气上前搭讪 突然小爱电话响了 把池俊吓得又躲了起来 哈哈哈哈 原来是简历又被拒了 小爱起身继续往前走 宗介又做贼一样藏了起来 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要躲起来 突然 小胖子你在这干什么 今天的天空好美啊 宗介说好久不见 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宗介说他看过小爱的笔记 也已经开始使用小爱的提案 所以你能不能回来 小爱直接拒绝了 编辑部的同事们都希望你回来 宗介说那个情况 我应该出面维护你的 宗介对小爱表达了歉意 请帮助我重振MOS 你知道吗 读者都很喜欢你的企划 宗介拿出平板 给小爱展示读者的头口 看到这些后的小爱 内心有些动摇 但是还是拒绝了宗介 看来小爱这次确实是伤心了 宗介只能看着小爱慢慢离去 心里失落的小爱 此时想回家 却听到父亲 在和一位客人道歉 爸爸说对不起啊 机器坏了 客人说就机器该换了吧 让女儿给你满心的吧 小爱听后很是愧疚 这时爸爸接到了小爱的电话 小爱问爸爸身体还好吗 爸爸说精神饱满非常好 下个月杂志上还有你的名字吗 小爱说可能不会有了 那也没事咱继续努力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骄傲的女儿 听到爸爸的话 小爱又要忍不住哭起来 回到家的小爱 翻看着自己写的笔记 这时宗介发来一条消息 他将洋葱画上了哭泣的表情 小爱跑到客厅 看着自己编排的杂志 他决定不能让爸爸和自己失望 第二天 办公室里大家都忙忙碌碌 一个女人进来接起了 想了很久的电话 小爱终于变身了 这个女人今天终于要开挂了 她请老托尼把自己头发拉直 还让闺蜜帮自己挑选了漂亮衣服 就这样顺利完成了逆袭 小爱重新回到公司 众人都瞪大眼睛看着她 这么漂亮的小爱 他们还是头一次见 小爱的改变 已经能够回来让大家都很兴奋 只有通口有些难过 小生嘟囔明明 原来蓬蓬的头发更可爱 宗介喊小爱来办公室 随后将公牌归还给她 宗介说希望她能记住 自己是Moss的医院 老实说宗介你现在这个表情 也太明显了吧 给我们小爱都整不回了 小爱拿起哭泣的洋葱 给她翻了个身 这甜甜的笑让宗介 都不禁多看了两眼 而此时通口的眼睛 也没离开过小爱 起话会上 小爱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提案 这也是宗介第一次 没在会上针对小爱 相反 她眼中多了对小爱的欣赏 提案毫无疑问被通过 通口为了尽快 帮小爱熟悉提案后的工作 会带着她一起去采访 采访后还会将录音笔交给小爱 让她开始尝试写文稿 通口说你怎么开始化妆了 是不是很奇怪 没有 倒是挺可爱的 小爱装定好写完的文稿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 勇敢给自己打气后 小爱将文稿准备递给编辑批认 却被宗介一把拿起 宗介要亲自检查小爱的文稿 编辑说宗介可能会有点原理 小爱开始有点担心了 果不其然 拿到手的文稿已经被红色笔记覆盖 同事们纷纷安慰着节哀顺变 小爱拿到文稿开始修改 修改完就交给宗介批议 小爱疯狂地催动自己的脑细胞 一次不行就两次 两次不行就三次 小爱忐忑地站在宗介面前 这已经是改的第五师罢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这一次宗介终于满意了 小爱激动地和宗介表达了泄议 这边小田在等电梯 不小心听到主编在打电话 做婶子的想请侄子吃顿饭走了 不过很显然 她侄子拒绝了她的邀请 主编说明明同在编辑部工作 怎么对她这么冷淡 旁边的小田有点吃惊 主编的侄子 岂不是公司会长的儿子 这给小田乐坏了 自己的终身幸福就要来了 这可是调经归序的好机会呢 黎莎在餐厅门口 看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小帅 对于小帅的胡搅蛮缠 黎莎只想赶紧走开 却被小帅死死地拽住了胳膊 正巧赶来的宗介一把 抓住男人手腕甩开 宗介说应该告诉他 我只是女朋友 因为被喜欢的人误解 是很悲伤的事情 黎莎似乎听懂了这句话 不过我觉得她似乎没懂 她看着宗介的眼神很不对劲 估计是下集就要行动了 宗介带黎莎来小时候常来的公园 她很怀念之前和小爱一起玩的日子 也很庆幸小时候能被小爱照顾 黎莎告诉宗介 不要再说之前的事情 她多么想以黎莎的身份和她相处 封口还是改不了恶作剧的毛病 打算写信 通口分析后提了自己的意见 小爱醍醐灌顶 工作中有个肯带自己的老师傅有多好 通口和小爱一起下楼 小爱说是宗介让她回来的她很高兴 好家伙 现在都这样聊天了吗 你看通口明显不开心了 我有点吃醋 要是你心里能多给我一点位置就好了 都说得这么明显了 小爱还是不懂通口意思 通口好难啊 宗介提醒黎莎最近雨季要记得带赛 黎莎说偶尔零点雨也没有关系 你不是很怕下雨吗 我还挺喜欢下雨的 想到小时候的小爱一淋雨头发就膨胀了 宗介觉得小爱变了 黎莎说绿灯了走吧 而宗介又想到小时候的小爱 会在绿灯后喊出发吧 此时的宗介真的凌乱了 宗介回来路上看到了小爱 这一句给宗介彻底麻了 她开始对比两个人的不同 想到这儿的宗介 洗完澡喝着冰水 她想给自己冷却一下 黎莎回家后 看到小爱已经晕过去了 贴心地给小爱盖上了小毯子 黎莎对着空气说我也想适可而止 但是她对我笑啊 此时黎莎又看到了那块拼图碎片 小姐姐你可千万不要拿呀 公司走廊里 一个低头看平板 一个低头看文件 然后居然没撞在一起 小爱开心地向宗介汇报 说小川老师已经答应了要见面详谈 真好啊 副主编你吃糖吗 你看上去有点累 我看着这么强壮怎么可能会累 等到小爱尴尬地走过去 宗介突然又喊住小爱 帅气地伸出手要糖 这难道是要的糖会更甜吗 嗯 确实好甜啊 工作时间 黎莎约了宗介来咖啡厅 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宗介谈来 不对 是想和宗介恋爱了 黎莎拿出了那块拼图碎片 她象征着宗介和小爱的定情性 宗介看到这块拼图 这一刻昨晚所有的猜想都破灭了 宗介肯定她就是小爱了 通口接到了小川老师电话 得知小川老师临时有事去不了了 通口给小爱打电话 但是电话打不通 通口想着联系小爱开会去的雷根酒店 要查前台电话 却看到了酒店突发火灾的新闻 通口慌了 她再次拨通小爱电话 结果还是打不通 通口没敢继续往下想 直接飞速赶往雷根酒店 黎莎说这是你以前给我的拼图 黎莎深吸口气 我的初恋就是你啊 那你呢 这下给宗介问住了 不过她在拖时间 终于拖到了通口给她打电话 这才知道酒店发生火灾 小爱也已经联系不到 黎莎松开宗介的胳膊 她终究没等到想要的那个答案 宗介疯狂地赶往雷根酒店 因为她没钱打车 所以她一直在跑 宗介满脑子里都是小爱变身后的样子 终于在天黑和下雨两个元素都齐了后 宗介到了酒店 她疯了一样扒拉着前面的吃瓜男女 但是唯独没有小爱的身影 她继续摇晃消防员问里面还有没有人 突然听到小爱喊她的名字 扭头看到小爱站在自己不远处 宗介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走过去一把推掉小爱手中的雨伞 狠狠地将小爱抱住 到了好一会才松开问小爱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烧伤 小爱大声地说我没事的 宗介终于响起了伞还在地上 给俩人撑了起来 通口在不远处仔细地盯着两个人 她很确定自己看到了 看到小爱淋了好久的雨淡头发没膨胀起来 那个蓬蓬头发的女孩再也回不来了 当然也怪通口跑得慢 跑得快的话就只能宗介看她抱着小爱了 通口失落地扭身走了 小爱的兜里有钱 两人都坐上了出租车 宗介先送小爱回家 两人恋恋不舍地分开 看到宗介已经离开三秒 小爱突然很想她 她觉得这次宗介这么主动自己不能再逃避 于是迈开腿踩了一个水汤 开始追赶着出租车 终于在宗介到家上第四节楼梯的时候到了 小爱目送宗介往前走 同时暗暗给自己加油 她勇敢地迈出了最后一步 这时居然看到了自己最好的闺蜜在等着宗介 原来闺蜜真正喜欢的人是宗介 果然 女人跑得比出租车还快也不太好 容易看到不该看到的 此时小爱最不想见到的就是面前这个男人 就在昨晚她去找宗介 却在她家门口意外看到了闺蜜 宗介喊住小爱想请她喝咖啡 小爱借口早上刚喝过扭身就想溜走 宗介却直接一把拽住小爱的包 那就再喝一杯 小胖子现在可真霸道了 宗介怕小爱溜走 右手始终拽着小爱的包带 随后给小爱点了一大杯蜂蜜拿铁 宗介还是蛮会的 她觉得点大杯的就能和小爱多待会儿 两人坐下来后小爱还是很拘调 宗介说我昨晚失眠了一直在想你 小爱不知道如何回答 无意中看到了门口的同事工程 小爱热情地邀请工程在这坐下 说这块空调比较凉快 工程一屁股坐下 看样子宗介也是服了这个老六 怎么就少点眼力见了 来到公司 宗介肆意发挥总监的权力 把钱来送资料的小爱留下 她觉得小爱凳子有点低不方便自己看 直接过去给人凳子提到了最高 小爱苦笑地说着谢谢 宗介觉得这个高度刚刚好 抬起头仰视的角度也不错 也只有这样自己才能舒服地办公 通口因为昨晚淋雨后感冒 今天只能靠感冒糖浆续命 这时她看到小爱在宗介办公室 不由想到昨天他们两人一起打伞的情景 而自己只能在旁边看着 昨天的雨仿佛吓到了今天的心理 资料很快检查完 宗介站起身想对小爱说昨天的事 看得出来小爱很抗拒这个话题 扭头看到通口 通口又成了小爱的救星 小爱礼貌地和通口问好 随后优雅地拉着通口 让她和自己去吃午饭 通口看出了小爱的心不在焉 犹豫后小爱说她看到了 看到了闺蜜私下去见了宗介 那你问她了吗 没有 我只能等黎莎和我坦白 宗介很不明白昨天还抱得好好的 怎么小爱今天老躲着她 难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吗 通口觉得两人这个状态也不是个事 她准备再帮小爱一次 晚上黎莎接到了通口的电话 通口说小爱已经知道 宗介和她见面的事 而小爱也在等她开口解释 此时的黎莎也明白自己做了喘事 明明没有什么意义 她告诉通口自己会对宗介谈来 也会向小爱道歉 黎莎回家后来到小爱身后 她对小爱说谢谢你 黎莎让小爱等到星期五 到时她会和宗介说清楚 怕不好开口 黎莎准备给宗介写一封信 她想在周五见面那天交给宗介 却没想到 这封信写的还是太迟了 李忠一进来就走向宗介办公室 助理告诉她宗介已经回家了 李忠说主编让她把红酒交给宗介 小田听到主编这个词来了兴趣 小田分析能随意去主编家里的人 那必然就是主编亲侄子 李忠在小田眼里成了金龟婿 她觉得终身幸福要稳了 办公室里只有小爱和宗介去过宗介家 宗介这个老六自然推给了小爱去送红酒 小爱刚把酒放到保安证 宗介就出现在了小爱身后 随后很自然地邀请小爱来家里喝杯咖啡 她有一些话必须要和小爱讲出来 宗介端来刚冲好的咖啡 小爱这个躲闪的小速度还是可以的 紧张地小爱上来就喝了一大口 骄傲地和宗介说她的食道很结实 听着宗介抒情的话 小爱故意打断宗介 拿起杯子就说好好看在哪里买的 宗介一把握住小爱的手慢慢放下 小爱瞬间没了动静 宗介给小爱找了身衣服换上 看着面前娇羞的小爱 宗介终于忍不住告白 我想陪在你的身边 我喜欢你 终于等到了宗介的告白 小爱情不自禁流下了泪水 宗介伸手帮小爱擦眼泪 慢慢地将小爱的脸凑近自己 小爱突然想到了黎莎 她还不知道黎莎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她突然挣脱宗介 先行离开了 今天是小田掉进闺序的第一天 自然是打扮得美美的 一大早就为每个男生准备了雪碧 去送之前还不忘对着镜子检查笑容 李忠觉得这可真新鲜了 小田随手将第二杯雪碧放在工程旁边 这前后态度的差距也太明显了吧 小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这次打眼 小爱从工程口中得知通口请假去了医院 因为酒店着火那天 她去淋雨接自己了 而自己却不知道 小爱抓起包去找通口 看到通口已经病好了 小爱才放心了些 听说那天你来接我了 陪我去个地方吧 刚下班的黎莎居然看到了宗介 宗介问她你是谁 她展开了手里的宣传页 上面赫然印着黎莎的名字和她照片 黎莎说自己是小爱的朋友 那真正的左藤爱在哪里 就是你身边的人 宗介这才知道自己的感觉没有错 没等黎莎说什么 宗介直接就走了 看来那封道歉的信是地不成功了 天桥上 通口一把抱住小爱 她想让小爱给她一个机会 她想和小爱在一起 手机震动的声音传来 通口松开小爱 是宗介打来的 小爱犹豫地看向通口 还是接起了电话 宗介说自己已经知道了真相 她现在就想看到小爱 通口无力地摇头说不要去 小爱看了一眼通口 毅然决然地离开了 毕竟初恋这颗种子已经长大了 两人都各自向对方的方向跑了 从前经历的种种 反而成了两人最珍贵的记忆 终于是见到了心中那个她 此时幸福的小爱 全然没想过会因为闺蜜的缘 再次选择疏远宗介 千万不要再等红灯时伸懒腰 不然有可能会倒霉一种 明明昨天还在街上 陪自己拥吻的女人 今天却连手都不让碰 公司里她明明自己扛住了所有 却偏偏被偷听了墙角 她很确定自己是下属的领导 下属却纷纷站起来 等她对着干 而她却不知道自己 只是伸了一个懒腰 她叫宗介 是Most杂志公司的创意总监 或许是因为她过于优秀 她喜欢的女人小爱 和她喜欢的女人的闺蜜黎莎 同时爱上了她 她叫小爱 是宗介的初恋 她不让宗介玩自己手 是有原因的 她很在意闺蜜的感受 她要等闺蜜黎莎 大声宣布放弃自己的男人 这样才能光明正大的牵手 为此她得等 等黎莎生日那天找黎莎谈谈 她叫黎莎 有人给她打电话 说她去见宗介的是暴露 她只能尽最后一丝希望 去向宗介表白 结果对方却让她买单先走了 看到胜利无望的黎莎 想给宗介写封信 信里她坦白了自己所有过错 以此来给自己认为的初恋化个探号 却不曾想对方听到 黎莎开场白的还钱两字 头也不回的又走了 算了 留不住的杀不如扬了她 果断的黎莎看清形势 毕竟失去了男人 不能再失去闺蜜了 她不能失去小爱 她开始计划着 如何恢复和小爱之间的关系 那封信自然会让小爱看到 这是计划中最核心的第一步 而黎莎现在需要做的只有逃避 然后蹲在大马路上养精蓄锐 逃避到生日那天 小爱会来找她 而黎莎的计划中 现在她需要保持冷静 随后是出气不意地奔跑 小爱果然会毫不犹豫地追她 追到黎莎提前选择的公园 预判一次次的成功 使得开心的黎莎跑得越来越有劲 公园的计划路线中有一颗石子 她会在前面等小爱摔倒 然后自己可以停下来休息 顺带酝感情 在黎莎歇斯底里的无泪哭泣中 黎莎会大喊对不起自己错了 自己不会再和她抢那个男人了 小爱会向她爬来 为黎莎用力地擦掉她早上化的卧餐 而蛋糕碎了是黎莎没考虑到的 最后黎莎会笑着接受 小爱送给她的已经摔碎的蛋糕 同时这也意味着 小爱能成功接受曾经背叛过她的黎莎 经此一回 黎莎成功地留住了小爱 这已经足够了 而那个男人 喝完咖啡不买单的男人 黎莎自然也心甘情愿地放弃了 她叫李忠 那天抱着箱子打酱油时 无意中偷听到了公司下个月停刊的消息 这天她下来的消息 让她忍不住只对黎莎说了 在看到编辑站起来硬刚宗介的时候 她就知道黎莎也告诉了其他人 为此她很自责 黎莎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她叫黎莎 她觉得当编辑站起来刚创意总监宗介的时候 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 很麻烦的是好兄弟李忠不这样想啊 黎莎只能找小田来安慰李忠 再看到李忠身体90度旋转但脑袋保持不动 大眼睛还死死盯着小田的时候 工程就知道男人就没有过不去的卡 当编辑今天站起来刚自己男人的时候 小爱觉得编辑对自己男人偏见太大了 是时候找她谈谈心了 看到其他人走后 小爱单独叫住了编辑 没有什么事是夏天一杯冰啤酒解决不了的 所以小爱决定把自己那一杯也给编辑喝 小爱告诉编辑停看的消息总监不是不说 而是一直在求总部那边给Moss一个机会 尽管很晚了 小爱还是觉得得去公司 给自己男人再打打气 在公司门口等到了宗介 宗介却带小爱又去了办公室 没等宗介有什么动作 小爱就告诉宗介停看的事情 不是她一个人就能扛起来的 她现在需要得到整个部门的支持 Moss才能一起渡过难关 宗介很感激在自己对倒霉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为自己擦屁股的小爱 面对宗介这次的牵手 小爱没拒绝 因为她已经处理好了闺蜜的事情 新的一天 宗介决定为每个人先鞠一躬 她说自己的确是做错了 不应该把停看的事情不告诉大家 而免除停看的机会也有 就是下期Moss杂志销量超过竞争对手 为此她再次鞠躬 想拜托大家和她一起战斗 编辑首先站起来表示支持宗介 毕竟两杯扎皮在肚子里已经消化 同事们的激情都被点燃 纷纷阵臂高呼 而小爱这一刻寒情默默地看着宗介 小爱觉得自己的男人果然太帅了 夕阳下 小爱抓起宗介的手 对宗介说我喜欢你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 一直都喜欢 第一次听到小爱对自己表白 宗介也是开心地笑了 毕竟 这一次是真正得到小爱的心了 不过福祸相惜 绿灯亮了 该过马路了 她对空气郑重地说出发吧 因为旁边没有人接收这句话 五秒后 她被这句话反弹 给激晕了 女孩深夜赶到医院 她焦急地寻找宗介所在的病房 推开门 她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宗介 护士说宗介是疲劳过度 休息一晚就好了 小爱这才放下心来 在病床边从晚上守到了早上 最幸福的是莫过于睁眼 看到心爱的女人在眼前 宗介一把拉回要出去买早餐的小爱 紧紧地抱住她 宠溺地轻抚小爱的头发 刚深深抱住小爱 两人就听到门外传来编辑的声音 编辑一脸紧张地打开门 盲问宗介的身体情况 而宗介却紧张地看向那个柜子 哈哈哈哈 事发突然小爱躲进了这里 听到编辑夸宗介工作很努力 小爱的脸渐渐堆笑 却突然身体一晃 编辑闻声扭头却没看到什么 宗介忙解释应该是心理作用 爸还没说两句 编辑慢慢走向柜子 刚准备打开 宗介解释说那边有一群老鹰 好家伙 看到老鹰也不能叫成这样看给人下的 随后宗介说自己有些头晕 编辑也只好先道别让宗介好好休息 宗介拉开柜子和小爱说人已经走了 小爱顿时长舒一口气 这一关可算是过去了 早上 精神焕发的宗介伸着懒腰 这时手机来了一条消息 宗介看着小爱发来的早安 不禁一脸傻笑 一只鸟在宗介头上盘旋 随后送来了自己的祝福 哈哈哈哈 听到电梯来了的声音 宗介没抬头 这给旁边下属看迷糊了 宗介来到办公室 冲着在工作的小爱使劲傻笑 宗介走到小田面前 早上好啊小田 你昨天美妆的企划案很好 小田一世有些愣着 宗介走到工程面前 摸着工程的马甲说 你这马甲真好看啊 同事们看着宗介如此油腻的表现 纷纷猜测宗介可能是恋爱了 听到这一旁做事的小爱一个亮墙 小爱激动地拜托宗介正常一点 我现在很正常啊 你现在太飘了吧 我以前什么样 你以前在公司骑马没笑过 我以前没笑过吗 小爱扭声提醒宗介一天 只能喝三杯咖啡 看来爱情真的可以让人智商为负数 小爱跑进电梯 却看到了一直不想面对的瞳孔 她觉得很对不起瞳孔 瞳孔说你有东西掉了 小爱看到这熟悉的毛毛虫又蹦了起来 哈哈哈哈 那个毛毛虫你都吓我多少次了 但是每次你都还是会被吓到 瞳孔说你和宗介进展还顺利吧 也是 和拒绝过的对象说这个确实不太合适 小爱支支吾吾的还是没说出什么 通口说你不用担心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是很好的工作伙伴 另外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的位置 小爱听到通口这样说心里就放心多了 有着通口的善解人意 两个人的关系也仿佛回到了通口表白前 吃完饭 小爱嘟囔着要还通口刚才的饭钱 通口说不用 一抬头看到了一家好有意思的店 挑了顶帽子问小爱好不好看 很适合你 那你送我这个吧 通口很满意这个礼物 而小爱也终于如释重负 而她却不知道在两人分开后 通口回头看了她很久 宗介穿着休闲装来到公司加班 却看到桌子上有一个袋子 看到便签原来是小爱送来的爱心便当 摸着热乎乎的便当 宗介想到人应该还没走远 跑到楼下果然看到了小爱 小爱看着宗介气喘吁吁地笑着说没事吧 宗介说时间还早我们一起吃吧 不就牵个手吗 不至于笑得这么甜吧 宗介加起一块女友排炸鸡块 嚼了下果然味道很棒 吃完还要为小爱一块男友加排鸡蛋卷 这个背影衬托的小爱好美 宗介又看傻了 宗介说等下期杂志发售之后 如果Moss能存活下来 就要和小爱求婚 等了16年的她 已经不想再与小爱分开了 但无奈的是现实又重拳出击 下期杂志封面人物 歌手艾丽莎涉嫌偷税漏税 而这个消息带来的后果 会让艾丽莎的采访文稿暂缓登刊 本来下期的预告已经收到了很好的反馈 顺其自然的也会使Moss的杂志销量增加 但现在20天的努力已然白费 现在只能继续找新的大人物采访了 但是这样也会被人误以为是爱丽莎的代替品 宗介想到邀约一位神秘的作家南爱领 这个作家足够重量级 因为外界都称她为迷一样的小说家 迄今为止她没有上过任何媒体 年龄性别国籍等信息全部没有公开过 如果能得到这个人的独家采访 那Moss必然会存活下来 来到出版社 南爱领的负责人钟松接见了宗介 他表示就算是历代任何编辑 都没有见过南爱领的真容 而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只有邮件和电话 但是这个属于作者隐私 宗介也只能让钟松帮忙转达想要采访的消息 钟松表示可以姑且试试 但是希望非常渺茫 离最终校对时间还有五天 但是目前编辑部还没成功约到一位大人物采访 同事们讨论如果Moss真的停看了 那宗介作为副主编也会回到总部吧 但在总部估计也没有立足之地了 此刻的宗介是担子最重的那个 听到这些话的小爱很难受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该怎么做 通口看到丧气的小爱过来鼓励他 别摆出那样的表情嘛 还没有到最后呢 听着通口的鼓劲小爱点头 俩人也是鸡拳为各自打气 这边宗介收到了钟松的答复 南爱领拒绝采访 他没有给一点可以商量的余地 这一刻宗介真的有些想放弃了 小爱抱着篮球来到篮球场 他知道自己的男人此刻顶着巨大的压力 所以过来陪他放松心情 此刻的小爱 再尽自己最大能力为宗介多做些什么 小爱告诉宗介 无论什么时候都站在你这边 宗介终于决定了 就算结束 也要好好做个了断 早上 宗介和主编一起来到办公室 随后正式通知大家取消重点采访 他让每个人自由写一些想写的内容 他坚信就算没有采访 也能做出好的杂志 主编也鼓励大家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 或许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奇迹 尽管或许MOS即将走到尽头 但现在每个同事工作的热情依旧高涨 小爱写的采访单页也被编辑急于肯定 听着编辑夸赞自己成长成编辑了 付出与收获成正义 这已经足够了 宗介看着手里的这版决定 MOS命运的样看 终于扣上了印章 晚上宗介一个人来到办公室 想起曾经做的满满当当的办公室 而这些人 很有可能这次之后从此离开MOS 小爱这时也找了过来 宗介望着小爱说她很想守护MOS 如果没有好的结果 就全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小爱摇头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宗介无力地坐下 小爱抱住宗介 在宗介最艰难的时候 小爱选择陪伴宗介一起度过 通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门口 看样子她全都听到了 通口无精打采地离开 突然她抬头看着天空 似乎是下了什么绝点 公司一楼大厅挂了横幅 原来马上要开始新副社长就职仪式 而同事们也在期待着到底谁会来呢 在路上的宗介接到印刷厂老蔡打来的电话 老蔡告诉她刚刚MOS员工通知她停止印刷 宗介很奇怪 说确认一下再打给她 而挂断电话却收到了南来林的短信 就职仪式马上开始 同事们围过来准备看新副社长是谁 看到此人大家大吃一惊 姥姥的居然是工程 大家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而另一边 宗介来到约定酒店房间 对方扭头居然是通口 通口掏出一只钢笔证明身份 正是南来林在社交软件上发过的那只 是你叫印刷厂停工的吗 你很聪明 通口说自己已经写好了报道 可以拿着直接用 然后拿出相机让宗介先拍花絮 通口看宗介没接 他直接坐在沙发上找角度自拍了起来 宗介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找我申请采访的是你们吧 一旦你的身份出现在报道 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不用为我考虑 我迟早有一天会暴露的 至少第一次露面是在MOS 通口握紧宗介的手 请他守护好MOS 公司里 新副社长工程和大家打招呼 助理问工程有没有能力阻止MOS停开 然而董事会的决定就算他爸爸也无法推翻 所以工程也没办法了 宗介看着通口写的报告 一想到报道后公开通口的真实身份 那样他就无法再过现在这样平静的生活了 他给通口语音信箱留言不会使用他的报道 随后删掉了文件 他不想通口的人生成为MOS的牺牲品 一周后宗介来到公司 刚好工人来送杂志 宗介拿起一看封面愣住了 上面有难来领的名字 他急忙翻开杂志 上面居然公开了通口的照片和身份 宗介急忙给老蔡打电话 老蔡说通口先生过来替换了之前的封面和报道 宗介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 编辑也看到了通口的真实身份 大家都很震惊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宗介联系酒店想找到通口 却被告知对方在今天早上已经退房了 小爱也给通口打电话 而号码却提示已经成了空号 小爱坐在椅子上看通口的报道 原来通口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高中时以小说家出道 但被出版社塑造的孤苦伶仃的形象一直束缚 在经历过许多的人和事重获自由 而现在也需要再次换下一个舞台了 小爱看着这篇报道说不出话来 李中突然收到了通口发来的邮件 还附件了一张和所有同事的合拍照 通口最后的道别很有他的风格 主编也收到了通口的专属礼物 作为主编一支保守秘密的大写 这期MOS杂志已经人手一本 老板说吃饭不翻几页都不能点餐 而董事会也已经决定正式撤回对MOS的停刊 大家也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盛音 但那边的作为通口再也不会做上了 他的笑容确实会永远印在大家心里 因为三个月戒掉时期一满 小爱要从编辑部回到总物博 所以今天正式和大家道别 好家伙这工程是没出去了吧 好像到现在我还没见过工程办公室呢 宗介终于到小爱家吃饭了 妹妹说姐姐突然时尚起来是因为宗介吧 小爱正要说话 宗介抢着说小爱的改变 是她对时尚工作有了专业意识 认真对待每一件事的小爱 也是我最欣赏她 果然意料之中 爸爸说明天休息今天留宿也可以的 小爱说想给爸爸妈妈谈谈 随后拿出一张存折 小爱说目前工作待遇不错 奖学金也还完了 所以攒了笔钱想让爸爸买台新的印刷机 好家伙 小爱的大嗓门给最久的宗介也寒醒了 妈妈表示并不想要 收下吧 让我孝敬你们一下吧 听到女儿这样说 爸爸看了妈妈一眼 随后扭身取着什么 她将一张存折放桌子上推给小爱 说这是给小爱准备的嫁妆 虽然金额不多 小爱说这钱我不能要 爸爸说收下吧 这样就扯平了 小爱眼里一出了泪水 她何尝不懂爸爸的心理 挤出笑容和爸爸道谢收下了存折 爸爸也拿起女儿的存折 和妈妈一起给小爱道谢 此时不会说话的爸爸显然有些哽咽 宗介在一旁的河市里 听得也差点挤出马尿 黎莎正在给自己的包包拍照 她要将这些都卖掉来换房租和之后的学费 她告诉小爱自己决定要考研究生了 为了以后能自己开一家店 所以想在经营管理方面继续深造 小爱很为闺蜜的决定开心 黎莎来书店买专业书 正好被路过的宗介看到 黎莎抬头要走时也看到了宗介 黎莎低头向宗介致钱 宗介笑着说你不用道歉 而黎莎也给宗介和小爱送上了真心的祝福 她希望自己的闺蜜小爱一直幸福 宗介手伸向黎莎 这一刻是黎莎期待的 两人之间曾经的误会都会随风消散 谢谢你 小爱就拜托你了 离开后的黎莎终于走出了第一级的步伐 透露出此刻的她内心强大且自信 而这边宗介却突然接到了总部电话 因为她优异的表现 要被调回到总部漂亮国工作 小爱来到小川老师的画室拜访 画室的焕然一心时小爱很惊讶 小川老师诚挚地对小爱发出了邀请函 希望她能过来工作 因为小爱小时候梦想是成为绘本作家 小爱向宗介憧憬着画室工作会很快乐 但是小爱又怕没有经验做不好 但是这是你想做的对吧 那肯定的 如果能胜任就最好了 看到小爱这么开心 宗介也不知道如何开口说自己的心事 第二天小爱来上班看到了工程 果然认真工作的男人最帅呀 工程送走客户看到小爱就打招呼 副社长看起来很精神啊 必须的 随后工程和小爱提起了 宗介要调任到漂亮国工作的事情 果然啊 还是得关键男出场打破僵局 你见过接下来的结婚现场吗 看似过于草率的婚礼 是小爱深思熟虑想给宗介的一个态度 两个人昨天发生了争吵 小爱白天从工程那里得知了宗介要去漂亮国的消息 宗介说这次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自己的资历可以在总部取得很好的成绩 所以很想让小爱也一起来漂亮国 对于这么重要的事情 小爱只是想让宗介在第一时间告诉他 而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 宗介说自己就算问了也得不到实话 小爱一定会勉强自己来配合他 这是两人爆发的第一次争吵 一边是喜欢的人一边是热爱的工作 第二天小爱去找小川老师道别 他说自己的男人要去漂亮国 想让自己陪他去 如宗介所料 最后小爱还是决定勉强自己来配合宗介 随手拿起那本看了无数遍的终点在哪里划策 自嘲到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到达终点的花园呢 小川老师站起身翻开下一夜 回到家的小爱看到黎沙在认真学习 黎沙和小爱说现在她非常高兴 做自己喜欢的是总是能愉悦自己 小爱觉得现在的黎沙真的好漂亮 黄昏时小爱一个人待在屋里 她回想小川老师的话 自己和宗介每一个甜蜜的时刻 黎沙做自己喜欢的事是那么快乐 再次翻阅那本终点在哪里 小爱知道自己的终点在哪里了 她刚才向宗介求婚 就是想向宗介证明想结婚的对象 只有她一个人 但是她还是想在小川老师那里工作 她想认真对待一次自己对绘本的热爱 小爱说自己想变漂亮 因为人总是在做自己喜欢的时候 才会变得很精神 宗介突然拿出一颗洋葱 上面居然挂着求婚戒指 原来宗介也打算今天和小爱求婚 看着这个可爱的洋葱表情 小爱忍不住笑了起来 她觉得自己的男人好可爱 宗介为她戴上了戒指 晚上宗介拉住小爱 可以不回去吗 很晚了我衣服还没洗呢 家里的花花草草也得浇水 宗介送小爱离开 这时门铃响了 小爱说衣服明天洗也行的 俩人终于嘴巴嘟嘟嘟嘟嘟嘟了 两年后的通口依旧那么帅气 帽子一戴 谁都不爱 此时通口在写小说 同事说我之前读过南来林的小说 你读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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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看到同事这个反应 想必她又该想到小爱了吧 小爱此时也在读着通口的小说 突然看到第一页 果然 两人都成为了对方最好的朋友 两年的时间 小爱作为绘本作者已经出世了 小川老师也会直接采纳小爱的意见 黎莎也在准备研究生论文了 小爱说自己刚刚给孩子妈妈买了礼物 原来是小田和李忠生了双胞胎 看到黎莎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小爱心里为黎莎由衷地开心 路上小爱接到了宗介来的电话 随后打了两个喷嚏 再回头她看到了宗介 分开的两年时光 确实都让对方都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两年内宗介在总部做出了成绩 如今提交了调动申请 而现在也正式成为了Moss的主链 五年后的宗介 可小爱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 她也会在过马路时喊出妈妈的嘴 本剧结束的节奏意外的很快 但是看完心情会很舒畅 虽然有槽点 但不是很影响整体 也希望大家能像男女主一样 可以奋力追寻自己的热爱